hello 欢迎学习爬从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如何使用这个square框架来模拟登录这个人人网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登录这个豆瓣网 因为登录这个豆瓣网的话 是代表什么呢 现在一些主流网站的那个登录的方式 所以说基本上你掌握的这个 如何去模拟登录这个豆瓣网 基本上市面上现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这个网站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如何去识别那个印证码 之前我们识别那个印证码的话 使用的是那个什么呢 testact那个testact testactoc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识别 这种方式的话识别取来会更加准确一点 更加准确一点 好 那么我们再去写这个代表 再去登录这个人玩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肯定先要创建一个任的项目 对对先创建一个项目啊 好那么来到这地方 cd点点回去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创建一个项目啊 scipy sdard start project bjcd 然后是叫做 呃取个名字叫做豆瓣 mogin 好吧 动个login啊 好创建完这个项目以后 接下来我再cd到这个豆瓣 mogin里面 然后的话再来创建一个爬虫 那么这个爬虫的话 我们也是让他使用这个默认的爬虫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就是scipy 然后是呃 gnspider 然后是爬虫名字叫做豆瓣啊 那的话他的域名就是豆瓣 doban.com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爬虫就创建完整了 创建完整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pycham 来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开啊 接着把我们来打开一下 打开这个 这个里面啊 这个豆瓣顶到下方计login啊 在这个地方来打开啊 好 这些话就已经打开来了啊 打开来了以后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给他创建好了一个那的下啊 一个真的爬虫对吧 然后我们要去更改一下他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python解释器啊 就更改他他的python解释器 这地方我们把这个改成这个 呃crawler nv啊 好 改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创建一个什么呢 执行的脚本啊 好 这里面新建一个python文件start 然后是from这个什么呢 呃 scscrpy import的下这个simumd line 那是simumd line点ese执行下啊 这个地方是那个 呃scrpycrawl 然后是doba对吧 好 点sbid speed sbid啊 保存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里面来啊 再回到这里面来啊 这的话我们就要去呃 写这个代码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去写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对这个豆瓣 他这个登录的那个机制来做一个了解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下这个浏览器 我们先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分析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豆瓣点看吧啊 好 那么我点一下这个冬冬豆瓣啊 他就会来到这一个页面 对不对 就会来到这一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可以看到 呃 这里面是出现了一个图形验证码哈 当然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打开这个冬豆瓣 这个页面的话 这个验证码是没有的啊 你只有请求多次 就是你这个地方请求多次以后 这个验证码他才会出来 比如说你的这个密码输入错了 输入错了多次 那么这个验证码他才会出来 好吧所以的话大家如果在课项里面去做这个冬豆瓣这个练习的时候啊 为了能够和我这个东西保持一致 那么最好的方式的话 你就把这个漏印证码把它给弄出来 把它给弄出来 弄出来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这个密码随便写一些东西 点一下登录 人的话还没出来 你再写再登录再写再登录 他总有一次会出来的啊 总有一次会出来的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来输入一下我们这个密码吧 Python 然后是SKIRT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点一下 勾选这个下次登录点一下登录对吧 然后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选择用这个network 然后点一下登录啊 这个地方他就发送了一个登录的那个请求对吧 然后的话发送完这个登录请求以后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发送了这么多东西啊 不对 一个source就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啊 然后是I-E-D-I-R I-E-D-I-R I-E-D-I-R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呃 就是登录是从哪一个页面来的啊 是从哪个页面来的 然后是formul 就是你那个邮箱 然后是formul password 代表的是那个密码啊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formul capture solution 代表的是你的那个验证码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capture id capture id 这个东西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东西就是在登录页面的时候 他自己给你填一种进去的啊 自己给你填一种进去的啊 主要remember all 大概是是否需要记住我的这个密码啊 代表的是需要是否需要记住我的密码啊 然后后面这个login是等这个登录 对吧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到时候登录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参数传过进去给的啊 好 那么这个话 我们先把这些数据先把它给拿下来 好吧 c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边来打开下这个subuline 然后的话 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地方我们来拷贝到这个地方来 好吧 好 然后的话他当前请求的这个you out是这一个you out对吧 登录的是这个you out啊 登录是这个you out 就是发送请求是向这个you out发送请求的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哈 再来把它给推出一下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好吧 点一下啊 这个吧 我们右键来 检查一下啊 他就是说 他让大家看一下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好吧 好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password对吧 不是password 是这个formul email 就这个邮箱啊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密码啊 这个密码是formul password对不对 好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这个验证码对吧 这个验证码叫做 capture solution对不对 然后之前我们在这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个叫做capture ID啊 这个capture ID的话 它是在你去加载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多半网 它自动给你在这个地方生成的 并且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随机的就是说每次你在请求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东西都是不固定的 都是不一样的啊 说的话我们的这个capture ID你就需要怎么去换取呢 需要请求到当前这页面 然后的话在从这个info的表现当中提取这个值啊提起来 好吧 好 然后还有一是个remember啊 以及这个登录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代码了啊 然后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豆瓣啊 这地方啊 这地方的话我们让他呢开始请求就让他去直接去请求这一个页面啊 不能啊 呃应该是让他请求这个页面啊 呃走一下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U2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发送这个网络请求他相应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好吧 相应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再来走一下吧 就是使用这个登录啊 让使用这个U2再去走一下啊 再去走一下啊 好 这个名我能到最上面啊 这个登录 他发送的这些数据啊 是哪些数据呢 就是这些对吧 哎 这时候啊 这个 这个的话这个sauce就是等于那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Idi还是还是一样的啊 好 这个sauce就是等于这个那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呃 这个原式的这个这个登录的话 那么这个sauce就是等于这个那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写就可以了啊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代表当中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来把它给弄这个啊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这里话啊 如果你把这个开始的UR放在这个里面 就是把这个登录这个UR放在这个开始的UR里面 那么以后你这个扒转一旦起来以后 他就会就将他就会向这个UR发生一个请求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请求的结果传立给这个pass这个函数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这个里面再来写这个呃方法 好吧 写相关的代码啊 好 这里边我们先把formul data啊 一些相关的数据先写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毫无疑问是什么呢 是我们已经可以固定好了一些数据啊 哪些固定好的数据呢 这地方有那个呃 sauce是等于这个那对吧 等于这个呢 啊 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REIEDIR啊 IEDIR的话代表的是我在请求王之右啊 就是登录王之右 我要跳转到哪一个页面 好吧 www点多半点看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formul email啊 这个是自己的邮箱 这个的话是肯定先写好了 不需要从页面当中去获取 对吧 然后还是formul 呃 呃 password 这个是那个密码python spider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呃 啊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没办法获取的 对啊 还有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获取的 就是remember啊 mmber啊 啊 remember是这个all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locking啊 是那等于这个登录是吧 好 这样的话呢 啊 这些死的数据就已经定义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什么呢 再从这个response这个里面再去提取这个呃 capture solution 以及这个capture id啊 capture solution 以及capture id啊 好 那么我们去提取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退出啊 先把这个退出啊 好 退出完登录这个地方我们再点一下登录啊 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些把它给删掉吧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来提取这个印证码啊 因为现在哈 现在的话我们 暂时只做的是什么呢 暂时做的就是把这个印证码把它给保存在本地啊 把它给保存在本地 好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要获取到这个印证码 它的这个ul啊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 capture image这个id来获取这个image标签 好吧 好 这个是capd csa image啊 等这个什么呢 response.sbath啊 呃 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使用那个css 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使用了像那个css啊 好 然后是那个呃 它是在那个image标签下面对吧 然后它的id是等于那个什么呢 capt csa啊 maj对吧 呃 再来获取下面的这几个呃属性啊 获取下面这个属性啊 好 那么这个属性的话是通过这个atdr啊来获取 那么我们是拿到这个src对吧 好 拿到这个src这个地方再get一下啊 就获取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值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来打按一下这个capture image好吧 好 来打一下可能加死啊 然后我们再来运营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 来用右键来指定下啊来指定下 好 看一下有没有打印啊 有没有打印啊 没有打印是吧 啊 看一下啊 嗯 嗯 这个函数应该是已经来了哈 应该是已经来了 这个地方没有打印看是什么情况呢 啊 我们没有把这个中型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哈 那么我们把它给关掉下啊 这里吧 来把它给关掉下啊 并且把这个什么的请求头来把它给加下啊 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么这个盘中的真的是太业余了啊 他也不把人家那个网站放在野里了 对吧 这个东西咱俩那个默认的请求头 好不想就把它给伤掉了啊 好保存下 然后的话再回到我们这个啊 不不想回啊 我们直接来运营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图片的那个url啊 对了 就可以获取到那个图片的url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图片的url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啊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来保存在本地 那么把这个图片保存在本地非常简单 我们通过这个urlab库里面那个urrechief 换完就可以了 对不对 from这个urlab import下这个什么的request 然后这个request.urrechief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catch image扔进去 这里吧 给它一个名字叫做catch captc captc a点拼锥啊 这样吧 我们专门写一个行数用来去处理啊 用来去减用来去处理这个印证码了吧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定义行数叫做什么呢 i g o o n i z e 识别这个印证码captc 这对方需要给它传递一个什么呢 印证码的url进来 imageurl啊 然后的话先把它给保存 保存完整用 放到这边 保存完整用 接下来我再让它去识别 那么我们这里话先不讲那个如何去识别 这个自动识别这个印证码 我们先让这个人的肉眼去识别这个印证码了吧 好 这段话我们来导入啊 from 下这个什么呢 p i l import的是这个pilo啊 import不是pilo哈 import了一下 呃这个image啊 image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image 是等这个image点open啊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开 是这个captcd a.png 把它给打开 要那么image点那个什么呢 show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展示在我们的这个面前了啊 就可以展示在面前 展示在面前 以后接下来我们这地方再给一个input的标签 就是说请输入验证码 对吧 写出这验证码 就是以一种什么的 比较传统比较啊简单的方式来写吧 captcd等这个东西啊 接下来再来返回这个capture啊 好 那么我们有这个东西要接下来 这地方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印的码 对 captcd 就是captcd等于这个什么呢 cf.iecoj recognize 然后是captcd image啊 capture ur 这个地方叫做capture ur 这个地方是那个 这个地方是那个 呃 ur 好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个验证码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验证码啊把这个给拿到这里面来对吧 呃这个地方哈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没有登录这个dobo 没有登录很多次那么这个话有可能没有这个验证码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应该要给个panda哈给个panda怎么办呢 if not 如果capture如果有这个ur的话我们才去直接相关的操作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验证码那我去做这些事情不是画质挺足吗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有这个东西我才去做啊就是form data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capture captcd solution solution luti solution是等于这个capture对吧等于这个capture啊 好如果有的话就这样呢加责进去啊 然后还一个是那个什么呢capture id对吧 capture id captcha id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呃 response点那个什么呢呃 spa pass啊 他是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啊 嗯 他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通过这个内容的方式就可以过去到对吧 好 然后是这个呃 音波的标签 他的这个内容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然后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呃 value这个属性对吧 value啊 好点get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capture id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capture id放到这个表档里面去form data啊 点那个什么呢 不是点啊 是captcha-id 是等于这个capture id captcha-id 对吧 好 那么有这些数据以后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向那个什么呢 那个摆那个豆瓣的这个服务器发送一个这样的登录的请求了 也就是这个ur对这个ur啊 这个地方我们定义好一个圈里面的吧 这叫loginur ur等于这个东西对吧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再来发送一个请求啊 发送一个请求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要的啊 y e l d y i i i e l d 并且这个地方 他这个请求的话是一个post的请求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是scribe 点那个什么form request 然后的话这个ur的话是等于这个self点那个mortingur啊 然后这个form data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fom form data是等于这个form data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callback就是啊 执行完整用他的一个站的回调啊 他的一个站的回调啊 好 那么是等于这个self点那个时候呢 pass那个 uplogin吧 prc afp啊 login啊 uplogin 好 那么这个我们定义还会叫做prc afp啊 login啊 这地方会给个response 好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担心我这个页面是否登录成功呢 对 对啊 我们来来到我们首页 我来到我们浏览器当中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登录成功又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呃 情况对吧 会有什么样的规则啊 好 这个地方来动下 aj a aj a a i sd啊 这地方我们点一下啊 点一下登录登录完整又 他是不是就给我跳转到这个啊 豆瓣首页这个页面来了 对 说的话我们只要盼望什么呢 只要盼望单行的这个url是等于这个首页 那么说明是已经登录成功了对不对 如果没有登录成功啊 比如说这对吧 我们来推出一下啊 如果没有登录成功 比如说我们呃 随便说这个东西 随便说个东西啊 随便说个东西 他是不是还是停留在这个登录这个页面啊 对 好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判断啊 if这个什么呢 response response.ul啊 是等于等于这个什么呢 呃 那个 hbs 那个 呃 3w.doban.com啊 是等于这个东西 如果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代表的是登录成功 好吧 那么这里我们来打一个东西 呃 登录成功 好吧 登录成功 else的话 disc啊 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登录失败啊 登录失败 好吧 保存下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 他就会打开一个站的二维码 叫做button button 对吧 好 打开这个东西 他就会 这个地方会就让我输入啊 然后会让我输入 可能稍微比较慢点啊 嗯 他就会走啊 我要把它给关掉 好 我也把它给关掉啊 button 好 这个的话是应该要出现的啊 哎 我刚刚按的太快了啊 登录失败了 因为刚刚这个印象吗 他都走不出来 说的话 我就按了一个N的键啊 这个N的键还是不能按啊 对吧 sd r1 tc sd r1 dc sd 等待这个地方啊 请输入印象吗 sd r sd r1 t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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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是不是登录成功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等于登录成功了 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东西确实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对的 好 登录成功了以后啊 那么登录成功了以后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让他 我让他啊 我我我我让他去修改一下我的这个个性个性签名 好吧 修改一下我的这个个性签名 如果他能够真正的去修改我的这个个性签名 说明啊 确实是已经登录成功的 对的确实已经登录成功了啊 好 这边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好登录进一号 我们首先的话访问一下这个个人主页对不对 啥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修改一下啊 说我是人工修改的啊 我是人工修改的 点一下修改啊 然后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这个地方network啊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试一下吧 比如说我是人工修改 哎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点一下修改啊 他发送的这个请求对不对 是像这个ur啊 发送的一个post的请求 只要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是ck以及呃 一个signation就是这个签名对吧 这个ck是从哪里来的呢 非常简单啊 也是在这个地方 他自动的给你生成的啊 呃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应该是有的啊 应该是有的啊 应该是在这个表道里面 这地方 呃 这个地方有disciplinar是吧 这地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类模式的sdk的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修改这个签名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来到这个个人中心的这个页面对不对 来到这个个人中心这个页面以后 接下来我再去请获取这个ck 只要的话再去把我想要修改的那个个性签名准备好 只要的话再向什么呢 再向这个ur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对对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保送一下 不是啊 如果登陆成功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他发送一个请求去啊 请求那个个人中心的那个页面 顿中心的这个页面是等这个啊 profileur啊 那这个callback的话数上呢 等于这个什么的sdkpse啊 prfra解析个人中心好吧 好这个地方是那个dfprofileur不是paseprofileur的地方 r1sponse啊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去获取那些数据 对了就去获取那些数据啊 获取什么数据呢 获取这个ck这个数据啊 呃 这样吧 我先来来到这个页面啊 如果能够来到这个页面说明呃 说明如果呃这个ur哈 如果这个ur是等于这个东西的话 代表是我已经来到这个页面了 如果不等于这个东西 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没有来到这个页面 可能在登陆的时候有些问题 对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打算是这个response点那个什么的ur 好吧 好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打 再来什么呢 判断一下啊 if这个什么呢 response.ur啊 是等于等于这个东西啊 呃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来保存一个 编程啊 那个什么的profileur 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用写的这么多了哈 就是profileur就把它给删掉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直接写一个self.profileur啊 想要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等于这个什么呢 嗯 self.profileur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print了一下啊 是进入入到了个人中心对吧 好 else啊 else 以se 那么print了一下啊 没有进入到个人中心对吧 中中心啊 保存下 再来指定一下啊 好 manmanmanager啊 manager啊 好 登录成功啊 这的话是不是就进入到了个人中心啊 对了好 进入到这个个人中心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解析我们想的数据 就把那个c k把它给拿出来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c k是等于什么呢 response.xpath啊 然后是通过 div啊 不是div啊 input的标签啊 input的标签 然后是这个内部是等于这个c k 对吧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value啊 下面的这个value 点get 对吧 好 拿到这个c k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构建一个formul data啊 是等于这个东西 c k 是等于这个c k 对吧 还有一个s i g n a t u a signature 是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是 我 我是 s 呃 我 我就是 我啊 不一样的烟火 对吧 这个代表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通过代表 代表的啊 然后接下来再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对吧 就是要的 然后是scribe 点那个什么呢 formul request啊 ur的话是等于这个serve点呃 这个编辑的这个啊 就是编辑签名的这个东西啊 把它给拷备份啊 然后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edit呃s i g n a t u i e a u i 啊 是等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拿过来 就是在这里啊 serve点edit啊 然后这个呃 callback的话就不需要了啊 callback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发送成功了以后啊 发送过去以后 他就应该啊 这个地方还需要传对这个form 哈 form data是等于这个啊 form data对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callback的话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修改了就修改了 对不对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看到它是等于这个我就是我不一样的运货 说明是已经修改成功了 对 是已经修改成功了啊 好 那么保存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新运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来刷新一下 来刷新一下 哎 我是人多修啊 来说明我们现在没有修改成功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问题的哈 呃 看一下啊 报错了是吧 报错了啊 看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个CK拿到get是一个num内型吗 有可能啊 他说这个地方是说一个num是吧 他说希望是一个unicode sdr或是byce对象啊 得到的是一个num内型对不对 那么这个CK有可能得到是一个num 我们看一下这个CK获取到的是不是正确的啊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表当下面 在这个下面 内姆是等于这个CK是吧 以及获取这个value Value啊 Value Value 嗯啊 这个地方少了个ad方对吧 这个属性操作啊 少了个ad方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LiT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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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微等下吧 这么久还没好啊 我先把他给关掉重新来一下吧 LiTDL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我不一样的烟火了 对说明我们个性签名是已经修改成功了 对已经修改成功了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几个就是说系统的比较全面的讲了一下 如何去登录一个这样的网站 基本上你掌握好了登录豆瓣网站的话 你再去登录一些其他网站的话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前提是这个验证码的话 不是那些特殊的那些验证码 就是比如说那些需要顶 需要去拼图的那些验证码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的 对于这些图形验证码 是不是就没有毫无压力了 对那么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如何去识别 让这个代码自动去识别这个图形验证码 对所以现在我们是让这个人 肉眼去识别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low的 对不对还是比较low的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 大家在课程里面也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课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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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